那我相信像张院长您在这个重建过程感受到的善意 过去我感受到 在什么时候呢 在几年前大谱事件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当时呢 刘正宏外首毁田 那那个时候我们跟非常多的农民 以及非常多的受灾户呢 一起走上街头 在凯达格兰大道夜宿 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要求跟行政院长沟通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吴敦毅 吴敦毅在99年8月17号的公文承诺 画地还农 原屋保留 画地还农 原屋保留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努力的去走行政的程序 不管是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或者是跟农委会的协调 可是 可是 在2013年的7月18号 刘正宏还是把房子拆了 他拆了张药房在内的事故 我想要问院长 这样的事情你能接受吗 这样的拆除你能接受吗 2014年的1月 司法院提出判决 认为征收不当 当时的行政院长是江仪化 他接受了这个判决不再上诉 可是 2014年1月到今天 有没有去协助张家重建 有没有把他征收的土地还给他们 有没有 依照我了解 这个苗栗仙政府 征收的这个土地 它是依照都市计划 那那个现在张药 这个张药房的这个土地啊 都市计划是化为道路用地 对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被判决征收不当 应该返还 您知道吗 那知道 但是他的判决里面 想到的 他的这一个 都市计划的这一部分 他土地使用的部分 他没有疑议 他是说 征收的程序 没有进行实质的 这个议价 这样的一个过程 陈部长 作为一个内政部长 到底你是站在财团的立场 站在开发的立场 还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我站在法律的立场 OK 如果你站在法律的立场 我必须再跟您强调 104年判自209号 针对此案 要求再行审理 他认为说 大普四户的征收 既然已经违法 而且判决撤销征收处分 依据土地征收条例 第52条之一 准用条例 第51条52条的结果 内政部应急通知 苗栗县政府 发还所征收的土地 这个是法院判决 您说您遵守法律 我跟你报告 他讲的是 在这个土地征收 他在里面也讲到 这个有不可返还的 这个事实 那这个部分要 由征收的机关 跟当事人去协调 怎么样去补证 这样的征收程序 或者是给予 这个征收机关不就是你内政部吗 其实需用机关是苗栗县政府 需用机关是苗栗县政府 整个征收的审核 是在哪里决定的 是所有征收案子 是内政部核定没有做 但是征收的机关是 这个需用的机关是苗栗县政府 陈部长 让我再一次的强调 你要遵守法律 你要承担起 你们去做土地征收审议 遏职结果 被法院判决违法 这样子的后果 你应该积极来协调 让我问你 从2014年1月到现在 你有几次去协调苗栗县政府 应该积极的跟受灾部 我们有把这个文 请苗栗县政府去协调 但是 几次 几次 几次我们必须去了解 好 你去了解啊 好 我觉得你说你有遵守法律 可是我刚刚就告诉你 法律的判决 你们违法 你们失当 可是你为什么不积极的解决 都市计划现在还是道路用地哦 都市计划的审议也是在你们内政部啦 我告诉你 当时我们就是念之在之的去走都市计划的程序 所以才会让刘正宏返江玉军 你知道他去拆房子的时候 我现在不跟你讲 我跟张院长讲 你知道他去拆房子的时候 警察是坐什么车去的吗 不是警备车 是坐游览车去的 你要放任这样的作为吗 这样的扶烂征收 这样的强拆民宅 你愿意接受吗 第二点 接着我一样问张院长 如果今天你盖的房子 菜培会我在耕的田 要被征收了 张院长 请问你什么时候会知道 你的房子 我的土地要被征收 对不起我这个 对这程序不是很熟 对 您不知道对不对 非常多的老百姓都不知道 让我告诉你 什么时候你才知道 在内政部的土地征收审议小组 已经审议通过之后 他才会用双挂号通知你 通知你的内容告诉你 你的房子有几坪 用什么盖的我要给你多少钱 所以现在有第二个问题想要请教 土地征收的审议过程 完全是封闭的 完全是封闭的 土地征收的审议过程是火速的 我们有去调查 来自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年树根一字第47号判决 他说审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里面几户我们不知道 可能是十户可能是一百户哦 四分钟一个案子 各位 你通过的一个公文 你盖的一个章 代表着人民的血汗 代表着他工作的权利 代表他基层的生存权 你觉得这样子的审议程序合理吗 当然我想我们在征收的过程里面 我们同意我们也赞成 这个虚地机关应该加强跟民众的沟通 说明 那么也要重视到这个 它的必要性跟公益性 对 要有必要性跟公益性 但是您刚刚特别强调的是 虚地机关 不管这个虚地机关是县政府经济部 或者是一个大学 但是我要讲的是 在你审议土地征收的审议小组 你就应该要比照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环保署好了的环评 它的资料是全部上网的 它的审议过程是开放给这个 受这个受影响 受环境影响的人来诚情的 可是土地审议小组有做到吗 没有 我告诉各位 曾经 在一百零二年的八月二十号 曾经担任你们土地征收审议小组的四位委员 他们共同在报纸发表公开信 他们说土地征收只听开发单位 也就是您讲的虚地单位的单方面意见 为给予被征收当事人会同线开的机会 也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这块地 你来看看啊 难道旁边不能用吗 第三个 审议过程罔顾当事人的权益 没有举行公听会 没有举行听证会 我现在要问张院长 您觉得这样的审议程序 假设是您住的房子 我跟的田要被征收的时候 你同意吗 报告委员 我这边的资料 101年修正公布的土地征收条例 已经把保护优良农地 召开二次以上公听会 审查征收的公益性跟必要性 等等都纳入规范 对 您讲的 这个是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 那个时候 我们跟江仪化院 那时候他是内政部长 就在朝野协商去提这个 我们那时候要求的是听证 所有的土地征收都应该听证 他也不同意哦 而且是内政部跟地政司不同意哦 只针对优良农地哦 只针对社会争议事件哦 那你这样的意思不是就提醒我们 只要被征收我们就要去抗议吗 才会有走到听证吗 难道是这样吗 好 我现在要说的是 并不是这个条例 这个条例还有非常多的弊端 需要再修正 这个是后续我们要做的事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 土地征收审议的程序 是不是应该公开透明 是不是应该实践 落实公共利益 以及必要性的原则 是不是应该要让 被征收的人来表达意见 是不是应该开放记者采访 是不是 OK 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现在 所有的审议案件 也都会提前公布在网上 那如果民众有意见 我们也可以同意他来列席 来表达意见 那么将来如果需要再更公开 更透明 我想我们可以来研究 好 刚好 今天早上跟昨天下午 我分别有跟土地征收 审议小组的委员都通过电话 没有 你们没有开放 你们开放只是一个条目 这里头牵涉到哪一些土地都未知 我举例 我举例 假设是今天的某一个区域 我说要征收 但是它的面积在哪里 范围在哪里 牵涉到哪一些人 都是一无所知的 受征收的住户 跟受征收的所有者 都是在你们审议小组通过的时候 才会收到资料 我要问的是这样合理吗 我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们会公布这个案名 当然你如果说 要把每一个所有权人的名字 跟他的位置 那我想这个恐怕 有一点 还有技术上的问题 您公布个人案名的时候 可不可以通知他 通知因为我们没有他的 你们为什么会没有 我们当然没有啊 你们的地证师 有所有的地幕资料 你们怎么会没有呢 我想啊 我们的资料可以互动啊 因为这个内政部是第二级的机关 第一级的机关是虚地机关 所以我想这个沟通的工作应该是先在那里 让我念之在之的再次强调 土地征收是内政部的行政责任 在行政议体跟责任政治的原则之下 院长我希望你做两件事 我希望你督促内政部 第一个应该要去掺着人民的意见 去提出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正案 我觉得我们也愿意共同来修正 第二个应该要建立土地征收审议机制的透明化 要保障人民在审议过程中的程序参与权 而且要确实的通知利害关系人来参与审议的程序 这件事情难道做不到吗 开放社会参与 然后让这个审议小组的过程公开透明 让记者采访你们做不到吗 我想更开放这个是应该的 我们也愿意来研究 我现在问院长 这个我想内政部部长都讲了说 愿意接纳这个想法 好 那么我们问土地审议小组的这个程序 什么时候要开始改变 给我一个时间 谁会来征询各界的意见 给我一个时间 做一个我们征询各界的意见 一个月好吗 一个月可能我们要收集大家 那两个月好吗 我给委员报告 其实啊 两个月好吗 不是你听我讲 两个月好吗 我现在承诺你没有用 我请张院长承诺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把土地 征收审议小组 这个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是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应该更快处理啊 但是你要考虑到 开放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在时间上 我现在请问张院长 如果要做比较公开的 保障人民权益的审议程序 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 至少我们开始讨论 一个月可以开始讨论吗 如果开始的时间 当然很好答应 那个我想 我对这个技术程序不熟 我们是担心说 答应了一个时间 但是做不到 所以这个精神 这个方向我们都同意 开始讨论的时间 请你告诉我 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跟全部长积极讨论 在一个月内 一个月内开始 好一个月之内 我们来讨论这件事 那接着我要进行 第二个跟院长请议的事情 我想请问您 2015年10月1号 欧盟对台湾做了什么事 IUU的黄牌 对 鱼业的那个事情 IUU的黄牌 对台湾的远洋鱼业 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我就长话短说 IUU要求我们修法改变一些规定 那三个 那门委会已经列出三个法 我们都列在 这次请立法院优先审议的法案里面 好 那 关于修法 我知道您刚刚也讲三个法吗 四色渝业三法 渝业法 远洋渝业法 还有FOC 就是跟投资经营有关的 我想请问你 重点在哪里 有没有符合国际规范 那就是要让它符合国际规范 好请 跟蔡委员报告 我们已经跟IUU 已经跟欧盟已经联系三次了 连春节都过去跟她做工作小组会议 那她11项 四个项目 11个里面 她目前也是希望说我们三列底以前 把我们也要一页条例的修法的情形 行政院假如能够送出来的话 到立法院来 他们可以接受 所以你们承诺要送出来哦 因为据我所知 这几次的行政院会都没有讨论这些法案 都没有讨论这些法案 2月24号我们蔡政委也要审议 对 我们是希望赶下礼拜或下下礼拜四的行政院会 然后什么时候会送到立法院来 一会通过马上就过来了 OK好 那既然能够在三月底之前送过来 可是我要问的就是说 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跟渔业工作者讨论 你们知道吗 在台湾 现在远洋渔业的渔船大概有几艘 远洋渔业渔船 我们应该有跟工会讨论 因为渔业署 我们有要求渔业署要跟工会讨论 好 可见 渔业跟农业感觉有距离 但是呢 作为一个基层的农村工作者 我也做了一些了解 我们有1514艘 但是这里头有800艘 是100吨以下的 这100吨以下的 集中在屏东 在琉球 在宜兰的苏澳跟南方澳 所以我想问 在过去这段期间 从2015年10月1号到今天 你们有到屏东 到琉球 到苏澳 去跟基层的渔民开过工厅会吗 我跟委员报告 没有 因为这个都是 宜业署跟工会 那他有没有到地方去开工厅会 我要了解一下 那您认为需不需要跟地方去开工厅会呢 还是要啦 对 尤其我们透过宜业团体 希望宜业团体 因为 宜业业大部分都是比较大的 我们希望透过团体也跟沟通 远洋业业有大有小 我们卖到欧盟的坦白讲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们卖到日本的是比较小型的 因为他喜欢我们的鲍鱼嘛 所以有不一样的差别 那既然你们说三月底要把案件送到立法院 我想请问你 到屏东 到琉球 到苏澳 去开工厅会 你答应几场 什么时间去 我想说明会我们可以马上办啦 马上办 对 说明会 是说明会吗 因为你现在开 为什么不是工厅会呢 为什么不是去倾听基层渔民的心声呢 是 我们先办说明会 那渔民的意见 我们会反映 将来一并送到立法院来给委员大家参考 我必须跟您说 我认为立法最大的 忧虑是资讯不对称 也就是你在台北 在博爱特区 把法案写得漂漂亮亮 但是受影响的 居情渔民 一无所知 将来他们做不做得到 他们会不会受罚款 一无所知 所以在你们的法案要拟定之前 就应该要到我刚刚讲的 屏东 留球苏澳 去开公厅会啊 不是只是去 讲一讲说 你们的未来要做什么事啊 你们要去听他们的意见 去思考我的法律 应该怎么样调整 不是吗 跟赞伟报告 那时候 陈宝基助委是要求双管旗下 一面要送过来 一面要去开说明会 因为这个旗程是欧盟规定 三月底以前一定要报出去 六个月嘛 从去年十月一号到去年三月底就六个月 你不报的话 他如果给你红牌 那我们所有的以后物都不能进港 但是 欧盟就有七十亿了 我了解 欧盟四月一号 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 他会给我们红牌 如果是红牌 就代表我们远洋 渔业不能消亡欧盟 而且红牌的影响还非常严重 既然你提到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欧盟 这是渔业署提供给我的简报 让我们很简单的来看 他说如果六个月内 我们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会从黄牌变红牌 同时呢 我们的所有鱼产品会受到全面禁止 这个时候我们想的可能 那损失也不过七十亿啊 不对 因为欧盟会透过它的影响力 要求相关国家禁止我国渔船禁港 印度洋主要港口 摩尼西斯 泰国的普及 太平洋岛的北济等等 都会影响到台湾的卸售跟补击 所以会影响我们全部的 远洋渔业的产业经营 它有很强大的连锁效应 因为我相信 如果欧盟敢真的对台湾发出红牌 那也代表着台湾没有任何改变的做法 所以连带的也会影响美国跟日本对台湾的影响 这份简报是予业署提供的 所以 对那我要说的是说如果你只是立法只是刑事 你要在意的是执行的成果 我简单的来讲 比如说我们有观察员 一样是与业署的资料 希望能够有一百三十名观察员 现在编的有几个 五十五个 怎么办 各位报告 这个改善方案行政院已经核定了 包括观察 什么时候做得到 我们当然 刚刚委员看到的是三列底 对不对 对 那我们最近的沟通 经过三次的沟通以后 欧盟他也同意 三列底看我们的进度怎么样 那进度他目前是 如果我们三列底能够把法案送出去的话 他们是答应再延六个月到九月 到九月 但是这个中间 当然我不是说一定延到九月 我们十一项工作都要做 刚刚这个法案只是其中的五项而已 另外还有管理的问题 还有国际合作的问题 有四个大标题都要做 对不对 那我们十一项都在检讨 包括我们的电子的 那个一页日记 那这个我们都有规划经费要补助 那包括我们沿进海的也要做 那在整个二十五亿的健全团难里面 因为里面的核定我们现在会按照这个来来推动 您认为二十五亿的健全经费够了 够不够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讨论啦 不过您刚刚也特别强调 就是说除了立法之外 还有很多的辅导措施啦 这个也是我特别要强调的重点 因为刚刚我特别强调 在这里头有八百烧是一百吨以下的 不管您说的要装VMS啊 E-logbook啊 这个对张院长曾经主找Google 这很简单嘛 但是对渔民呢 他知不知道怎么操作 他知不知道怎么运用 你们对基层渔民的辅导措施 现在对基层渔民有两件事 一个是在立法之前是不是应该去开工厅会 第二个你的辅导措施 可不可以具体的让我们知道 是的 跟赵员报告 其实我们装这些措施是两个学校目前在开花嘛 到我们都已经招标完成了 事业会出来 那出来以后我们就会到各地方去辅导移民 让他了解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有补助 所以这个部分推动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对于你来讲 我们上个月 一月才核定农委会的一个强化国际合作 打击非法渔业的计划 这里面都包括您刚刚讲的 上个月十五号核定了 里面有经费有二十几亿 过去半年的时间 将近半年的时间 2015年十月一号就希望我们做 可是我们却拖延到上个月才做 然后我们现在在拖延的过程 唯一能够在三月三十一号做到的 也就只有立法 其他的具体措施 其他的辅助基层农民都没有做到 各位 如果欧盟真的要跟我们发红牌 时间还有几天 你知道吗 只有四十一天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承诺我们 在这四十一天 你要去基层做什么事情 不要再告诉我我有什么法案 如果有法案在这里诉诸高阁 没有实际执行 等于还是没有改变远洋渔业 没有协助基层渔民 先前我的了解渔业署有跟工会 工会有沟通 那沟通到什么程度 我请主委回去马上了解 不够的部分 而且我们推动 我们是十一项都要推动 到三类底是十一项都要写出来 不是只有针对法律的五项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跟我们报告 因为是渔业署在推 我回去了解以后 我们可以把实际上的戏目 包括进度 包括到三类底 又达到什么程度 我想我们都可以提供 因为这是公开的资料 谢谢你们 是不是公开的资料 我必须要跟你们讲 这所有的资料 我们跟渔业署要求的时候 他也是不愿意提供给我们的 我实在是不明白 这个渔业署 他的所思所念是怎么样 好那接着我要讲 我认为海洋是浮动的领土 海洋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思考海洋渔业的时候 绝对不能节责而渔 我们要想的是怎么样保育 怎么样养护 这些事情你们有什么作为 跟委员报告 所以我们汇离目前就是有水释手 因为尤其是 你那是做实验的 要做调查 要做调查 不是做实验的问题 现在就是资源的调查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尤其是我们沿进海的资源调查 现在是有水释手在办理 那资源调查出来以后 渔业署跟水释手要去考量 因为除了我们是掩凉的 譬如说秋刀椅 那些跑到北太西洋 或者是跑到印度洋那边的以外 那对沿进海的一夜资源 因为没有先调查的话 你后续的保育等于是空的 所以这个工作都在进行中 我会跟委员补充一下 那个海洋委员会 主改已经通过了 主改法案已经通过了 预计今年7月会正式成立海洋委员会 海洋委员会会是海巡署把它提升上来 但是成立海洋委员会以后 好像是一年之内海洋保育署要跟着成立 对这个是中央部会的调整 那我要说的是就现在 因为渔业署的对于渔民的沟通 您刚刚讲是去找工会 那我想请问 在这个远洋一月法或者是一月法的修正的过程当中 你们有没有找环保团体 消费团体 共同来商议呢 这个部分我想很抱歉 因为整个修法过程是我们沙户主委 然后督导一夜署在办的 那这个工作是很紧密的很快要很迅速 那个报告委员我想那个因为陈主委从副主委 那个陈宝基主委回学校 接的时间不长 然后另外原来渔业不是归他主管 我请沙副主委尽快去跟您办公室 了解一下您的顾虑 然后做到什么地步 什么地方有缺失该补的 您给他建议我们都赶快办理 好谢谢张院长 我相信面对去年十一月发出黄牌 以及四月可能会有接到红牌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确实是要建立渔民的权益 而且要符合国际规范 同时我相信为了顾及基层渔民的需求 我们必须要有完善的辅导措施 同时让我再一次强调 保育跟养护是生生相惜 海洋是浮动的领土 海洋是我们的故乡 好接着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个图 这一张图在哪里 或者是说你认为这一张图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您有看到什么异状吗 右下角那一堆看起来像垃圾的东西吗 对那您知道看起来像是这个 就是一个沙 一个湖泊 它原来是农田吗 它原来是农田 而且它遭受了 这个沙石的烂伐 接着是废弃物的侵入 雨季来临的时候 这些废弃物除了右边左边这个也是这个绿色状的 它会影响地下水 而且如果它有重金属 还会直接冲刷渗入地下 造成地下水源的污染 甚至于有一些废弃物丢弃的地方 会随意焚烧 造成空气污染跟环境问题 这些问题串起来影响的人是谁 谢谢委员 我想这个就是过去谈到的烂采杀死以后 用土地改良的名利去填贵系土 我特别讲 它影响了全民健康跟食品安全 还有农业问题 所以食安农安环环相扣 我希望张 好 谢谢蔡委员的执行 也谢谢张院长 报告院会